好 越来越紧张 现在选战最后19天了 蓝绿阵营都喊出了决战中台湾 那么中部过半阵线召集人 也是前驻日代表许世凯 特地找来了支持群众 他们站在台中市的各大重要路口 高举着力排 那么想要借有人海战术 来唤醒大家的台湾意识 要大家力挺蔡英文 中国规划 台湾规划 台湾规划 我是台湾人 喊完口号之后 街头部队振奋起精神 听从总指挥的调度 分别部署在各大路口的四个角落 这是中部过半联盟发起的活动 每天分成早中晚三个时段 举牌部队会在台湾市的九个重要路段 还有锁定黄昏市场跟夜市 表达诉求也要抢攻选票 也怕牌子还是 我们都会看到 就是第一就是说 那个中部桂冠 中部桂冠 台湾桂冠 要抢一个就是说 我是台湾人 这就是那个 串文出现 一共 悬战进入最后倒数阶段 蓝绿阵营都喊出了 决战中台湾 前出入代表许世凯 同时也是过半阵线的召集人 结合了独派29个社团 成立这个平台 这一次洒洒人海战术 要唤醒大家台湾意识 用行动力挺 蔡英文 暂理新闻 高志宏方品门 A3G小组台